歡迎回到台灣大論壇 我們來談另外一件跟人民的認知 也有蠻大落差的事情 是今年慶祝99年的國慶 今年第一次在大街上面辦了花車遊行 很多民眾都參與了 覺得氣氛相當的熱鬧 但是卻有綠色的媒體認為說 今年的國慶是非常的淒涼 又非常的冷清 我們先來看今年國慶的花車遊行 沿途的民眾已經突破十萬人了 99歲國慶花車大遊行盛大開場 大家可以看到呢 他們在上頭表演浮神神夢 雜耍 流泡 跟水流星 國軍健兒搭配雜技團 昂貴古董車載著奇妙組合的cosplay 當然還有這支隊伍 不用遠赴蘭嶼 就能感受達五足 熱情活力的丁字褲傳統服裝 當然隊伍中最強演的還是他們 聽空氣看到101名模特兒走上街頭 各個長腿大眼露出T恤下的小籃腰 如果林佳琪一身紫色禮服 向觀眾打招呼 成為全場最美焦點 林佳琪小姐 我們一起歡迎她 就把自己打扮得很花笑很奇才 我連手氣都很藍色 精心打扮 模特兒臉上脖子上貼上國旗 民眾難得近距離看到螢光幕前模特兒 照樣有機會卡位猛拍照 遊行隊伍也有如花花世界 35台花車各代表台灣特色 推廣城市風貌環保 整建台灣本土建築風貌藝術 上皇民國99年也替百年國慶暖身 這一回中華電信 宏姬 禦龍納智捷 來自日本的大金空調 機械大手臂裝飾花車 共襄盛舉 邀來了2010年全球城市小姐 前五名嘉莉 今年的國慶花車大有心 真的是非常的盛大 整個車隊可以綿延三公里長 長過10萬人在10月10號這一天 萬眾齊心祝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中天新聞綜合報導 我們看到這是今年的國慶花車遊行 非常的熱鬧 在隔天的媒體甚至有估計說 可能有將近50萬的民眾 都參與了這場花車遊行 因為它是綿延在整個人愛路上 那昨天晚上呢 這個三立的政論節目討論 一整個晚上說 這個國慶非常的冷清喔 說這麼冷清的一個國慶馬總統 又這麼低調到底是為了什麼 我們這個還像是一個國家嗎 然後另外呢 他用淒涼兩個字來形容 今年的國慶 他說今年的國慶 沒有友邦元首來道賀 真是非常的淒涼喔 文倩這是一個淒涼又冷清的國慶嗎 我覺得是比起那一年2006年 紅山軍大遊行 它是很淒涼 那時候人好多 然後呢這個 就是好像有一兩百萬人 一百多萬人 一百多萬人 所以比起那個是七兩 我想鄭鴻宜講的標準 我們不要用別的 他講的就是他很記得 2006年那個時候 施密德發起的紅山軍 那個是比這次比起來 這次是七兩很多這樣子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說其他國家的元首啊 我想立文是外交委員會啦 國家元首你要他來 參加你的國慶你是要付錢的 OK就說我覺得我們現在外交 不能越來越聰明 就是我要建立邦交 可是我不想當打腫臉充胖子的人 那你要請他來國慶啊 你第一個要不是只有付他旅費 也要給他住旅館 你還帶他去吃很多飯 然後他還要買很多禮品 然後你還花很多錢這樣 所以我不認爲什麼有幫的元首來 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啊 那另外我其實我想正好 因為這個他在這方面的資訊很少啊 當天他如果是以花車的大遊行的主辦單位啊 是文件會 那文件會呢委託的叫做指風車 指風車是他的好朋友 他常常請李永鋒先生 李永鋒先生是我的好朋友 也是李永平的好朋友 他是一個充滿創意的人 然後呢他常常為了319鄉鎮 到處的遊行呢 大話新聞還請他去 那以前呢陳水平每次競選的時候 讓他去尋找 ее 對以後主要的大的活動 都是由李永鋒所負責任的啊 那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啦 基本上就是說 你講的對啊 就是他唱衰花博 發現唱衰不下去了 就開始唱衰這個國慶這樣啊 那這個說淒涼呢 某一程度還是正確很冷清很淒涼 实在没有当时十月红山均 一百五十万人的盛况 而且还搞到晚上 你那个下午就没有了 你问问看李永峰干嘛 把这个花车游行 办得这么冷清又凄凉了 因为他是李永平的哥哥 李永峰常常这样讲 我们小时候大家是好朋友 我基本上就是要讲 像李永峰啊 他是我的好朋友 我三十几岁就跟他是好朋友 他也是二十几岁跟李永平是好朋友 他是支持陈水扁 可是我们的友情是不会改变 我们也不会因为他做什么事情 去随便批评他 所以我觉得这个要建立一个规则 那像郑宏怡这样 我认为他这种人跟张仁雄的存在 是台湾社会的非民主之光 他们可能如果说今天花更多的钱 更盛大的去办 那那个三立的标题就会说 一个流亡政府凭什么花我们的钱 办这么多的国庆活动 那这事实上大家那天都 我觉得都蛮开心的 国庆的活动办的都还蛮热闹的 那如果他们觉得很凄凉的话 他们应该去问问民进党的党主席 为什么不去参加 少了最大党的党主席蔡英文 是有一点凄凉啊 是有一点冷清啊 为什么民进党的支持者都不去参加呢 我觉得这个心态真的是 他们到底是爱中华民国呢 还是恨中华民国呢 还是只有他们自己人当总统的时候 他们才爱这个国家 这个说实在我是觉得很无聊啦 他们基本上就是以一个为了唱衰而唱衰 那么大家去参与到这个国庆的 所有的朋友的感受都不是这样子吗 布大哥 初中高中啊 除了为了准备联考啊 我都被动员 我想都有经验 动员去总统府广场 每次都25万人了 够热闹吧 那假的嘛 北韩 看北韩就知道 对啊你讲北韩好啊 北韩阅兵 极权主义加上这个东方式的第三代接班 够热闹吧 全球转播 假的吧 我倒觉得民主国家的国庆 就是嘉年华会的 我觉得很好 台湾这种方式倒最好 就像美国一样啊 英国一样啊 你看这个只有台湾人会想出 众英 电音三胎子加众基 你看这个 这种组合多好 就是这个台湾文化展现嘛 我觉得这种事平常心啊 那我是觉得这个媒体在做这种事 我还是因为我在媒体 我觉得大家要有国家利益观念 或融合不同的政党互相批判 但国家利益 国家安全 是大家的共同语言 这一点我觉得每个媒体人 不管你是哪一党派 应该铭记于心 其实这个礼拜天哦 就是国庆日那一天 其实天气非常的好 非常的凉爽 所以参加那个游行的人 真的很多 就是说参加那一场游行的人 看到了一个媒体报导说 这个国庆的活动 是非常的冷清 又非常的凄凉 那个对于人民的认知落差 是很大的 我想这个三立电视台 他的目的不是在讲给现场的观众听 现场的观众很容易戳破 他的一些不实的说法 我想他是在说给很多没有机会 或者10月10号当天不在国庆现场的人 他认为说用这种方式 也许可以蒙骗你意思也说不定 那我想他不必着急啦 再过300多天马上就是100年国庆 那我不敢讲100年国庆的规模 或者刚才永平斤斤计较的预算 绝对是今年国庆的好多倍 好多倍 因为难得100年嘛 而且是在我们台中举行 不管在哪个城市举行 打败你们台北 那个规模会是空前 所以不必去计较这个所谓国庆 他怎么批评也不在意 就像刚才前面 他们有个空信在议员 有个九成塔议员 他看不到这个花博的其他的优点 跑出来批评空心菜 那本来以为民调可以把他打下去 我记得永平有一次我们在党部开会 我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那空心菜议员出现了 那个时间里面 好农兵的民调真的掉很多 特别在中山大同掉很多 那结构性看得出来是谁掉了呢 都是女生 女生就发现说 好农兵 你去买个空心菜怎么买这么贵 哇要是我老公去买账了 回来马上叫他花贵 所以他心情很气愤 所以民调问他 他一定是支持苏生昌反对好农兵 就隔两天一样 我当时讲过一句话说 女性的这种选票的支持度 因为这种因素流失很容易回来 所以今天很多这个女性同胞看到说 女性特别喜欢花嘛 哎呀原来找不到空心菜 只看到空心菜 议员在电视上晃来晃去 看来都是很多美的地方 所以同样的这个国庆 他这样批评的话 我想如果西伦媒体像 因为他有批评 我们今天再把国庆的录影带 拿出来放给大家看 难得国庆会重播嘛 所以在那边一看说 不会啊 他都黑白说的啊 这个时候好农兵的民调 继续往上 继续往上 所以谢谢他 我今天在广播节目 刚好访问了 新生三馆的建筑师张庆华 然后他真的EQ很好 因为我问他问题的方式就很简单 我说你当时盖北投图书馆 全台湾所有的人都称赞你 那事实上以新生三馆 他的整个绿色建筑呢 其实他都很多概念里头 还超越了你的北投图书馆 对超越很多 结果你就倒霉的碰到了 一个台北市长选举 那你的硬材 你的卡本 所以我就问他啊 就说其实他教了我一个观念 我看过很多诗地在上海 在我们以前大家去报道 荷兰什么地方 我们都看到很多诗地 然后去巴厘岛 我们以为诗地都要用那种 什么绿色的什么水草啊 都是国外进口的 他刻意地想用本土 我们台湾人熟悉的水生植物 因为我们都忘记了 硬材是水生植物 忘记了卡北顺是水生植物 然后他的高栅塔是灌木 不是我们讲的那种炒菜的高栅塔 他也是另外一种水生 所以他刻意地用这种 台湾老百姓很熟悉的水生植物 然后把它种在整个肮脏的 那个地方有一个叫过 他今天也教我 我本来也不知道 叫过建国大皮 就是说那里有一个 很肮脏的一个排水管 然后呢 那个排水管 最后排到基隆河里头去 那他一直很希望台北有一天 可以像清溪川一样 然后于是呢 他就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水道 把建国大皮里头很脏的水 然后就流过这几种水生植物 然后最后就排到了这个基隆河里头 那我就说你当时在北投 对吧 图书馆这么受肯定 现在这样被骂 然后把你骂到你跟你这样子一个出色的一个建筑师还得整个什么钻石认证的人 你不会觉得委屈吗 他的EQ很好 因为对他脑袋来讲 他的脑袋里头只有生态 只有自然 只有鸟 只有草 只有如何让环境干净一点 他说有的时候呢 在一个很干净的环境 外面也有很吵的车身 他就把台北市议员当成车身这样 Sorry 什么身份好多重啊 建哥 我觉得这一次的一个花博 有点像上次黄大洲选举的一个大安森林公园一样 我为什么被骂得臭头 骂到黄大洲落选 还好这一次没有练党那么久 现在大安森林旁边 大家早上起来那边打太极拳在那运动 那边的房子现在买到多少 一平一百八十万 大家如果没有大安森林公园在那里 你资的一百八十万要买到贵吗 所以其实你看 那现在黄大洲公道已经来不及了 还好这一次11月6号马上 花博就开幕了 那这一次来讲 我想对郝龙斌来讲应该是一个利多 但是这一次也是代表了 他在整个解决危机在黄金时刻 没有马上挑出来 因为硬材它火把火烤而已 你没说有钱座 大家想说硬材不要多这个 那民进党他想到 两千年 给他扣一个米酒 扣一个大蒜 扣到年车 整个满头包 买了吗 所以其实他们 连米酒都买不到 对对对 就这样而已 憲哥就我要讲话 那个建筑师好可怜 我刚才说你一个建筑师 因为他的partner是郭英昭 我说你们建筑师搞得上政论节目 你的感觉是什么 有郭英昭来那天说他带着钢盔来 然后呢 他们其实事实上呢 他们其实有跟媒体解释 告诉他们 他们就所以我觉得 永平跟立文刚才说他很伤心 是有道理 因为他们在现场是实际上有看到那五个大翁 然后呢 你其实就说像我家里是住在山上 那我们是有庭园 然后只要台风来我就要找人家来捡 要不然放很大 他捡一个小时 我是农民的不是一般的那种园艺公司 他捡一个小时车子来载走就1300块钱 那你叫人家从那么远来来种五大翁的硬材 总共只有500块钱 你认为台湾人是什么 你就是台湾是非洲人 他的工资应该多少 可是他们解释清楚了 对对对 但是报纸没有登出来 他们 所以我的感觉是觉得台湾媒体的负面性格太强了 追踪真相的那个积极性不够 对 所以说人家说三辈子 而且可怜的建筑师啊 他们也不会想要还 现在他们讲完了 没有人自己进去拍 也没有人要还建筑师公道啊 这很不公平耶 所以其实在野党 他的反对 他的批评是他的天子 不过一般来说 我们说看人家人家不太厉害 就笑人家人家不太厉害 现在就是这种的事情 别人你做的事情 反正流汗是你流汗 发不错 我们两个嘴唇 不要在这里 一整整我就有三整好而已 所以很多这种政论性的节目 以及这种批评的 听一听就好了 不要太临近了 不过这个真的值得讨论是说 在野党议员监督政府是他的天职 可是媒体监督政治人物 也是媒体的天职啊 那媒体发现在野党的议员 胡说八道的时候 媒体也有责任把他纠据出来啊 就是说我刚才 为什么会特别讲那个场景 因为晏彩的风波 空心态的风波 他是在现地 是所有的人 包括记者 包括议员 包括说明的人 都在那个现场 现场的管也在 现场的环境也在 今天我们看到说 哦 这么美文美换的地方 他们通通都看到 可是当时 只有民进党议员的说法 被媒体记者采纳 其他人的解释一概不理 媒体记者自己的眼睛 都不愿意把它张开 那这样子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怎么样去把事情说清楚 这是我们觉得遗憾的地方 好 我先进广告休息一下